稍等我来 谢谢丽菲老师介绍 我非常荣幸的是我 荣幸的是我 然后刚才老师都介绍差不多了 之前丽菲老师问我 有没有什么得奖需要特别highlight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得奖需要highlight 但是我感觉自己确实特别幸运 我特别感谢自己的硕士导师何老师 何方良老师 以及我现在的导师What Yes 他们都在我非常困难的时候 具有很大的帮助 我现在人是在伦敦 之后是准备在Alex Pickett实验室做博后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不好意思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致敬哈欣森 跨尺度的生态位模型模拟 那首先什么是生态位呢 生态位这个单词原意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壁堪 放在龙门石窟里佛像 那个一个凹槽 然后第一次使用 是被Joseph Grinnell和Charles Elton 他们首先提出的 但是他们提出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朴素的概念 就是空间上一个萝卜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意思 那真正对这个起到革命性作用的是 哈欣森 我也感到挺荣幸的 因为我现在 我之前在耶鲁这个楼 正好就是哈欣森他教学的这个楼 就受他的影响吧 他就是第一次 把这个生态位的理念 从一个空间的物理理念 转化到一个抽象的 环境空间上的模型 同时他还给出了一个 比较明晰的数学定义 那就是得有总群增长的地方 才能算是生态位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 尽管哈欣森 他这个生态位的理论 非常的流行 以及非常有影响 被誉为现代生态学之父嘛 但是直到近年为止 一直有非常多的文章 在讨论什么是生态位 这个生态位这个概念 到底值不值得被广泛应用 还是在误导人 以及还有这种比较幽默的说 我虽然不知道什么事 我虽然没有办法定义生态位 但是我看到 我就知道它是什么 这种标题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主要原因呢 是哈欣森他对于 这个生态位的定义 是基于种群理论的 正的种群增长速率 它与许多实际操作 是不相符的 比如说近年兴起的 生态位模型 大始终生态位模型 一般只有这个 物种出现与否这样的数据 没有办法和种群增长 直接挂钩 还有这个种群牵引生态学 和个体生态学 它们用于衡量 物种对某一资源的使用频率 以及在生理生态学里面 大家放一个小蜥蜴 在不同的温度上 让它跑 来衡量它的这个performance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 被统一在一起的 那同时 另一个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尺度问题 这个种群增长 对于种群生态学 以及群络生态学家 当然是很开心了 它们看到R就两眼放光 对不对 但是对于宏观生物学家 尤其是像古生物学家中来讲 它们也讲生态位 但是大多情况只有化石 或者博物馆数据 知道这个东西在哪出现 是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它原来这个定义的 另外是在这个组织水平的尺度上 那就是尽管我们知道 物种生态位 或者群络生态位 它是由个体组成的 但是现有这些定义 却很难把它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个时到至今 仍然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最后是关于这个基础生态位 和实现生态位的关系 这个是自从生态位这个概念 诞生以来就一直 争论不休的讨论 有的方法它比较在意这个 比较予以区分 但是有的方法 它就更淡化这个区分 比如说你想看生态位 它在这个时间空间尺度上变化 你可能就更在于 它的现实生态位 而不是一个基础生态位 然后我今天的演讲呢 主要是要集中在 第二个生态位的定义 那就是基于物种 出现与否的这个生态位 一个是我自己接触 比较多的是宏观生态学 另一个是我希望在后面的展示会 可以向大家 可以向大家展示 这个生态位的定义 由于它跟概率论的紧密联系吧 有很多潜力可挖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是如何衡量一个高维生态位体积 第二章是关于物种对 物种对气候变化脆弱程度的 一个尺度依赖效应 第三个是如何从个体生态位 来建构一个种群生态位 最后是谈谈在物种分布模型中 基础生态位和现实生态位的关系 前两部分是我博士论文的工作 但是目前只有第一章是被发表的 然后下面来谈谈 怎么来衡量这个高维空间体积 这个高维空间体积 应该是哈欣森他推广的 最好的一个概念了吧 以及在今年由于Blonder 他们这些方法的新鞋 被越来越能应用 基本上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些点 你在空间上 把它画在一个环境空间里面 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现存的方法 大多数都是这种非参数的 他可能说在95%的这个概率密度里面 这一块围绕的这个体积或者面积 就把它当作这个生态位的范围 但是这个定义 有两个很明显的缺陷 第一个缺陷呢 是我相信使用过这个人都很头疼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让你比较 不同生态位维度对他的影响 比如说你有降水有温度 有这个森林覆盖率 你使用哪个变量 或者哪几个变量 对你最后这个结果的影响会非常大 第三个是叫做这个维度的诅咒 维度的诅咒就是说 随着你的维度越高 但是你的样本量是固定的 你这每个样本之间 它在这个环境空间上距离也更大 然后这个高维生态 高维空间体积 它的空隙也就越大 使这个变得更加难以衡量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还是 我相信还是回到一些比较基础的假设 比如说最常用的这个多维高斯分布 在多维高斯分布里呢 这里有一个这个蓝色 我highlight的地方 是这个行列式的 是这个斜方差矩阵的行列式 如果你记得一维高斯曲线 这个概率分布函数的话 这个原来的位置是被这个方差所取代的 所以它本身其实是有一个体积的 这样一个几何定义的 这个其实原来也被人用过 但是我非常凑巧发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把它的解析节写下来的时候 它可以写成几项的成绩 前几项就是单个维度的方差 单个维度生态位的方差 然后还有一项 是包含所有这个维度之间 它的相关系数的这么一项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它是个成绩嘛 对数就变成了这个加和 那在对数的情况下 你就很容易研究一个生态位大小的变化 到底是由于它单尺度 单一尺度的方差的变化 还是由于这个不同尺度之间 它这个维度产生了变化 或者说它的这个相关性产生了变化 那么同样的 对于衡量两个生态体积 两个空间体积之间的这个相似性呢 我们也有类似的很简单的指标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Battacharya Distance 巴氏距离吧 巴氏距离它本质上就是 两个概率函数的这个几何平均 它可以写成两项的加和 第一项是这两个空间体积中心的 马氏距离 第二项是一个行列式的笔值 这第一项衡量的什么呢 衡量的实际上是这两个 生态位中心的一个标准化距离 因为这个马氏距离大家可能听过不太熟悉 但是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欧式几何距离 标准化的欧式几何距离 如果你有一个高多维的数据 你先对那个数据做一个PCA 然后你再量它的这个标准化的欧式几何距离 那个就是马氏距离 所以它这个生态学上的意义呢 就是它衡量这两个空间体积之间 它这个最适环境吧 如果你同意这个假设的话 最适环境的差别 另外这个行列式它的笔值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介绍了行列 斜方差距离的行列式 本身是衡量这个生态位大小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衡量的其实是 这两个生态位大小的区别 那么除了这个巴氏距离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这些距离 都是可以被类似拆解成这两项的 其中包括比较有名的麦克阿瑟 和这个Levins他们的这个measure 还有Pianka measure 都是类似的 另外这些拆解还能进行进一步拆解 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 对于这个行列式进行的拆解 对于马氏距离来说 它可以拆解成单个维度的标准 欧式距离 以及一个这个互相作用的像 还有这个行列式的笔值 也可以做同样的采取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衡量 到底是哪个维度 或者说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才是造成这两个生态位差别 最大的差别 然后我可以用这个来干什么呢 这个其实可以用来做很多东西 但是其中一个 我和我现在导师What Yes 比较感兴趣的就是 研究这个物种的环境生态位大小 怎么随着空间尺度变化 在这里我指的空间尺度 是你这个环境数据隔点的大小 这个环境数据是因为我们一般用的 这种全球化的卫星 摇杆数据也好什么 它们都有一个精度嘛 比如说一千米 一千米乘一千米是这个Word Clean的精度 或者有这种一百千米乘一百千米的 一般大家量这个生物多样性 想去看生物多样性跟什么东西有关 是用这个尺度 这个东西你在哪个精度上衡量 会影响你最后这个生态位的大小 那这个方法不仅可以让你衡量 它怎么随着尺度变化 还可以告诉你 到底是哪一个维度造成的这个变化 是气温还是降水 还是这两者的这个相关性改变了 然后补充一句 为什么我们特别关心这个尺度问题 因为尤其对于宏观生态学家而言 我们所依赖的这些物种数据 它是极其丰富的 你可能有精度很高的这些点观测数据 它可能有一千米及一千米下的精度 你也可能是这些专家派出的调查 你一块一块 可能十千米十千米去做一个调查 还有就是你可能从一些很老的书上 或者找一些专家 他们就来画一个这种分布图 类似于地图的东西 这种东西它的精度就比较低 一般它只有在一百千米这种取路上 才能告诉你 这个物种可能在这分布 但这些数据吧 各有优劣 有的是高精度低覆盖度 有的是高覆盖度低精度 然后进一步说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生态位 随着空间尺度的变化 一个是它跟很多基础假设有关 比如说是不是你的生态位越大 你的空间分布就越大 如果你这个生态位大小 它的排序随着空间尺度改变的话 你这个关系也会随着改变 同样这也适用于分化速率和生态位大小的关系 然后如果你是比较这两个生态位的相似度的话 那么这可能会影响 是否能在这个物种入侵中检测到生态位迁移和扩张 还有它也会影响你对于这个生态位进化的一个判断 它到底是生态位保守还是说另种方向 当然这我今天主要讲的是 它对这个环境变化对物种威胁的一个研究 这个叫做环境变化脆弱度吧 这个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讲讲这个环境变化脆弱度的衡量 这个衡量也有很多方法 其中一种当然就是你用生态位模型 去预测这个物种在哪会出现哪不会出现 然后去把那个生态位模型结果变成一个地图 去计算少了多少神经多了多少神经 那个方法有它自己的问题 但我今天要讲的是另一个比较常用的框架吧 叫做这个框架叫做敏感度 曝光度还有这个适应性 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太考虑这个适应性 因为那个就是比较难 但最简单的就是你这个曝光度除以敏感度 其中曝光度呢 exposure它其实讲的就是你这个地方 气温升高了多少了 升高了一度还升高了两度 然后它这个除以这个分母 就是这个敏感度 敏感度其实一般就是这个物种生态位的宽窄 一个生态位很宽的物种 你可能给它升高个一两度 它没所谓对吧 如果它很窄的话 你升高一两度可能是灭顶之灾 这是个很简单的方法 本质上也是一个标准的欧式距离 但是它也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它对于这个方向不敏感 就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去衡量的话 它可能会说不管你这地方是升温还是降温 不管你这个物种本来是洗高温还是洗冷 它都会告诉你这个对它是不好 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那为了解决这个缺陷呢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就使用相对距离 就是用它离这个生态位中心的距离 两个既生态位中心距离之差 去衡量它的脆弱度 但是这个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衡量 它对于这个种群本身处在什么环境 是不敏感的 也就是说一个种群 它处于水草丰美的地方 和它已经处于极度胁迫的状态下 它这个衡量会假设 它受到的威胁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我们是希望 假如你这个物种已经极度受到胁迫的话 那你给它升高一度和两度 那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反映这个呢 我就是使用这个平方 距离平方的差 然后这个就给了这些处于生态位边缘的物种 更多的权重 当然我其实还有一个 另一个理由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就是我刚才已经介绍了 在这个一维空间上 这个标准的几何 标准的欧式距离 它在高维空间对应的 其实就是一个马式距离 那么马式距离呢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讲到 马式距离本身是可以被拆解成 这种不同维度和一个交互作用的关系的 所以我可以利用这个衡量去研究 到底是哪个维度 对这个 对这个环境变化脆弱度的改变是最大的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Bareline Hummingbird 它是分布在中美洲 这样一个地区的物种 然后它呢 就受这个尺度效应影响比较小 基本上它这个衡量的 环境变化对它的威胁 是一个直线 但是相反的 这个White Ear Jack Marr 是一种生活在亚马逊河畔的脆鸟 这种它的改变就非常大 假如你是用那种大尺度的分布图 去模拟它 环境变化对它的威胁的话 你可能会极大的低估对它的威胁 然后相反的 我们有像Cubbin Bluefinch 这种在古巴岛上的 它是完全反过来 你用大尺度的可能会高估它受到的一个威胁 然后我对这样的 我总共就是研究了1800个鸟类吧 利用的是EBERT的数据 都是用这些点数据 数据精度在1000米左右的 然后就是对于所有在西半球的1800个鸟 做这样的研究 第一行就是它总的这个 对于环境气候变化脆弱程度的一个尺度依赖 你看到纵坐标它是你在1km的尺度上 衡量的这个对于环境变化的脆弱度 横坐标是128km上衡量 它其实相关性还是挺低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有些物种是在增 有些物种是在涨 当然这个主要的差别 还是由这个最大的尺度跟最小尺度造成的 这些比较中间尺度 它们之间其实相关性比较高 当然如果你把这个用钢材的方法 拆解成不同维度的话 你可以看出这个格局 其实主要是由温度这个维度造成的 同时温度这个维度 它也贡献了最大的这个脆弱度的比值 然后降水它反而是不太受这个空间尺度变化影响的 同时最后这个是它们的交互作用 虽然交互作用它这个相关性很低 但是它的绝对值太小了 所以基本上是不怎么受影响 然后我也进一步研究了 到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些物种 对于这个空间尺度上的敏感度 但是结果就是大多数这些变量都是空间变量 那就意味着它这个空间格局很明显 所以这些最依赖尺度 而最受尺度依赖效应影响的物种分布在哪呢 大多数都在赤道地区 尤其是亚马逊 丛林或者这个亚特兰大雨林 还有这个中美洲古巴岛这样的地方 这些地方它同时也是个生物多样性热点 但这里的物种 它很有可能也是最受到这个尺度影响的 这就意味着可能在这些地方 你需要更高的采样精度 或者说你在做模型的时候 你需要更加详细的仔细的去考虑 怎么去模拟尺度这个问题 然后刚才是聊完了这个空间尺度 下面来聊一下另一个尺度 就是这个生物组织水平的尺度 如何从个体生态位到种群生态位 像我开头是聊到 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些宏观生物学 包括宏观生态和宏观进化 用的物种分布模型 和这个种群的生态位 以及个体生态位 它是有一定的隔阂的 比如说如果你拿哈欣森的这个种群 生态位定义的话 你怎么 以及你拥有的数据 是这些GPS打到一个个鸟上 然后收集它在哪飞 用了什么资源 你该怎么从它对这些资源的使用频率 去得出它在一个种群尺度上的增长效率呢 这个其实很难的 而且同时有些东西 它在不同的尺度上就不存在 比如说种群增长率这个东西 假如说你想要量这个生存率 那么在物种的水 在个体的水平上 一个鸟它死了就是死了 它只能死一次 你没有办法去量它这个 survival的生存 的生态位置是什么 对吧 但是同时呢 我们现在常用的这种物种分布模型 它其实也是基于这种 出现与否使用频率的一种概率描述 它其实跟这个还更加的兼容一点 然后这是现在常用的处理这种 物种迁移模式数据的方法了 一般就是你有一个种群分布模型 然后你的数据就是这些点数据 但是呢你可能会有一个这个random effect 这个random effect就是你的个体 这个模型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出在哪呢 问题出在当你想要知道 这个种群它的生态位是什么的时候 我看到有些时候人们会直接取 因为你之前这个beta是取了一个分布的嘛 就直接取这个分布的均值 把它带入到这个方程里面 这个东西就是你想要的种群生态模型了嘛 那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直觉 比如说Jensen's inequality告诉我们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那到底该怎么从个体生态位到种群生态位呢 我想到的是我们可以去模拟这样一个 模拟这个一般物种分布模型 比如说你拿GBIP这些data 它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就是对GBIP这些data 你只知道这个物种是否在这出现 你也不知道它属于哪个个体 那就直接把个体标签去掉好了 那最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总的概率分布 你把它全部弄在一起 得到一个总的概率分布 其实这个概率分布 它是有一个解析解的 它正好是这些个体概率分布的一个均值 和这个呢叫做mixture Distribution 混合分布吧 这个混合分布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它的这个moments 就是统计上的举 包括均值方差以及偏斜度 以及更高的这些举 都是可以通过这些直接算出来的 通过个体相应的这些项算出来的 比如说拿种群的这个 种群生态位的宽度来举例吧 这个一个个体该怎么贡献 它对一个种群生态位的宽度呢 它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当然是它自己的这个生态位宽度了 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中心 它的这个生态位中心 离种群的生态位中心有多远 这就是一个个体的离群所居的程度嘛 那这个很简单的公式就告诉我们 那其实有些个体 对于这个种群的生态位贡献 是远大于其他个体的 比如说这个个体特别有冒险精神 或者比如说这个个体特别不挑食 它什么都吃 它对于这个种群生态的贡献 是远远大于其他个体 当然这个公式 你完全可以换一个写法 就写成我们更熟悉的形式 就比如说左边这项 其实它对应的是方差分析里的 种类方差 然后右边这项对应的是方差分析里的 种间方差 同样的对于这个偏斜度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拆解 个体对于偏斜度的贡献 基本上也是三项吧 第一项是它个体偏斜度 第二项是它的这个生态位中心 和生态位宽度的一个交互作用 第三个才是它自己生态位中心 和种群生态位中心的差别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关心这个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生态生理学 这些实验中 这些thermal performance curve 它们一般都是不对称的 对吧 这个物种它可能在低温的时候 会很长 那片很长 在高温的时候会急速下降 我们其实就很想知道 这些东西 我们在个体程度确实知道 它是这样一个不对称的形状 但当你把它变成一个群体的 生态位的时候 可能由于大树定律种种原因 它还会是这样一个不对称的形态吗 那这个工具就可以告诉你 这些个体的不对称 是怎么组织成一个更高 这是这个种群水平的不对称的 刚才我聊的这些是从个体到种群吧 但是由于这个weight存在 其实它这个过程是可以一直被重复的 你可以从个体到种群 也可以从种群到物种 甚至可以从物种到一个clade 比如说一个科属这样子 然后我的同学 他就是研究这个鸟类 这不同种群 它个体生态位的分布是怎么样 就你可能有的 有的种群就是 大家就是比较社会主义嘛 都差不多 有的可能就是拉帮结派 扎堆分布 还有的就是嵌套 有的强有的弱 那用我这个分析框架呢 你就可以把这每个个体 它对于群体 群体生态位的 群体生态位的这个宽窄 以及对群体生态位的偏斜度的贡献 都画出来 然后就会得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格局 比如说最后这个嵌套结构吧 你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马鞍形的这个图像 这个可能你做模拟的时候会更明显 这里我就是随机模拟了500个 500个物种 500个个体 然后集合成一个种群 然后算它这个种群生态位 然后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假如你是从一开始的那种 贝叶斯的hierarchical model 你有这样一个分布 你就可以从这个分布里不停的 随机抽取这些个体 再把它们组成成一个种群的混合分布 然后你这样做多次之后 你还可以得到一个知识区间 这个知识区间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观测到的这个 你观测到这个小种群组成的这个种群生态位 是否偏离你假设的这个模型 刚才是对一维的情况 对高维的情况其实也是类似的 只是你把这个表示换成了矩阵的表示 在高的情况上 该怎么衡量一个个体 对于种群生态位宽窄的影响呢 那还是通过这个行列式 行列式的比值 那非常巧合的是 但是这个行列式的比值 一个群落通常是植物吧 这个群落它的功能多样性的分布 是怎么随着这个气候变化改变的 他们会去研究它的方差 它的偏斜度 还有它的false moment 这些等等吧 现在有了这个 你就可以把更多的东西 带入这个公式去研究 比如说你加入这个物种间的这个差异 物种间的竞争也好 什么也好 你可以去研究 他们这些组成是怎样的 然后我的同事 我们在拿这个工具来比较 用这些物种迁移GPS数据 得到算出来的这个生态位 和你从GVIP得到的那种 偶然观察到的点 偶然观察到的生态位 它算出来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初步结果还是挺令人惊喜的 就是基本上一样 就还是显示出这个 确实是给出了我们想要的结果 以及你可以用它研究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种群生态位 它怎么随季节变化 怎么在年纪间变化的 它是由于偶尔一两个超级个体 这样的改变 还是由于一个整个种群 它平均水平的改变 最后我要谈的这个是在 这个是我重点要说的 就是也是正在做的项目 就是在这个种群生态 种群分布模型中 基础生态位和现实生态位 之间的关系 这个我们需要首先复习一下 这个种群分布模型 以及这个最常用的 最流行的最大伤模型 就省去这个拟合的过程不说 这个最大伤模型 其实不仅限于最大伤模型 还包括其他这些基于回归的物种分布模型 都有些什么共同点 第一点是 它都有一个空间 环境空间分布上的背景分布 这个背景分布 就是由你随机在那空间上抽样取得 就是一边我们叫Pseudo Absence 因为我们大多情况并不知道 并没有这个真正的True Absence 还有一个就是你观测到的 这个现实分布 就是Observed Presence 它在这个空间环境空间上是怎么分布 另外是你这个模型给出了一个Prediction 还有一个是这个Response Curve 叫做效应曲线 它就是你这个预测的现实生态位 和这个背景的一个比值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它有着这个基础生态位的意味 虽然这个基础生态位 并不是哈金森描述的那种基础生态位 但是它反映的是这个东西是一个物种的属性 它是真正让这个模型具有广视性的 可以让它用到其他地方 可能用Hermonis和Soboran 他们最近这篇文章描述这个过程可以讲得更清楚吧 那就是在这种物种出现与否的概率定义下的生态位 它的基础生态位描述是什么呢 它描述其实就是一个物种对于环境的偏好性 它是一个用概率描述的取样过程 就是你某一个环境被这个物种选择的概率是多少 那同时这个橙色的是属于这个环境的背景 它同时也是一个概率描述 而这两个概率沉在一起 其实上就是告诉你 这个物种它在一个温度和某个降水的隔点上 它出现概率是多少呢 那就是它喜好的概率乘以这个东西本来在那该出现的概率 就是它现实生态位的概率 这个是他们做这个模型的一个基础 但是这个关系其实适用于绝大多数的这种 基于回归关系的生态学模型 然后进一步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就是假如你有这个基础生态位 你还有一个这个空间的背景分布 那么如果你假设 决定你这个物种现实分布的所有因素就这些 你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数学关系 就是你的实现生态 现实生态位 是基础生态位乘于你的背景分布 或者说正分布与正比例与它 这个是你不考虑任何因素 当然更现实的情况是 你可能会遇到迁移 也有可能会有物种竞争 那么你这个现实生态位 它就跟这个东西不一样 你可能会要乘上额外的一项 这项是完全取决于你的地理空间 而不是环境空间的 因为它完全取决于你这个东西迁移到哪 对吧 你哪个地方在跟它竞争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空间里 被表述出来的 那后者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因为绝大多数生态位模型 它其实假设的是前者这样的一个数量关系 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就是 你在绝大多数这样的生态位模型里 假如你有这些其他的过程 不仅仅是基础生态位在决定它的分布 那么如果你选择完成去拟合 你观测到的现实生态位的话 那你所得到的这个基础生态位 由于上面这个关系的限制 你必然有所偏差 那这一类物种分布模型 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 现实生态位模拟 以及反过来 假设你可以完全去描述 一个物种的基础生态位 那么你的prediction 你预测的这个现实生态位 就不可能和你的观测值完全拟合 这个你大概可以把它叫为 这个基础生态位模拟 那我就发现吧 大致大多数的这种基于回归的物种分布模型 它大概都在这样一个光谱上 就是你是更倾向于 它是这个模拟现实分布 现实生态位 还是说它更倾向于去模拟一个基础生态位 当然这个还有很多其他表示 这种权衡吧 它还有一种类似的是 这个复杂性和广湿度的这样一个权衡 就一个更复杂的模型 它可能更好的去描述一个现实生态位 但是它一定就不具有 具有更低的普遍性 然后进一步我要讲的是 那到底是什么决定了这些 生态位模型在这个普系上的位置呢 这里我提供两个观点吧 第一个观点是这个高维空间的观点 高维体积的观点 第二个观点是最大伤的观点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最大伤模型 最大伤的观点 这里面所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最重要的要素是 不好意思 最重要的要素是 首先你要去最大化某个概率分布的伤 这个概率分布可以是空间的 空间的这个概率分布 也可以是 它在地理空间概率分布 也有可能是 它在环境空间的概率分布 这两个当然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第二个要素就是 它有某种限制 这个限制一般就是你的 它可能限定了你这个 随机变量的均值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 均值被限定的情况下 这个最大伤分布的概率 它一般就是一个指数分布 对吧 这个指数分布 也就是它的反应曲线 response curve 也就是这个 它的现实分布的预测 除以这个背景分布 就expects and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高维空间体积 它的这个观点 视角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很多现成的这些 高维空间体积的方法 本身就是一种很简单的 物种分布模型吧 比如说 bioclimatic envelope 我就算是一种 或者说你直接画个椭圆 就是假设它是一个方差 假设它是一个正态分布 或者说比较这个流行的 像Benjamin Blunder 他们用的是 cranial density estimator 它这里面你随便找一个点 假如你这个地点 是处于这个环境空间 那它的这个环境适应度 大概是多少呢 这个是由它的这个邻居决定的 由它和这旁边的点的距离 以及由它和这个高维 体积的距离决定的 那么我们更加常用的 比如说Random Forest 或者说这个Max Ant 这些模型 它们区分的点在哪呢 其实它们就多了一个东西 这个多的东西就是 除了你有的现实生态位分布以外 你还多了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点 对吧 或者说有时候你做了这些survey 你就有这个True Absence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个物种分布模型 但物种分布模型 仅仅是我们从生态学的目标 去描述这样一种方法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统计上来讲 它就是一种判定分析 判定分析就是 你在这个空间上找一个函数 你可以把这两个化为区分开来 然后你区分开来后 你可以算它的True Absence True Presence False Absence False Presence 等等等等 对吧 这个东西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意味着 实际上你这个 对于一个数据而言 对于一套数据而言 你最后 你最后建立的这个物种分布模型 它的最大判定程度 或者这个可预测的程度吧 它是限定的 它的上限是限定的 举个例子就是 假如你有这么一个物种 你先有一些现实生态分布的点 然后你去随机取样 但它的背景呢 它的背景点 和它现实分布点 是完全重合的 在这种情况下 是无论你用哪种算法 你用哪种模型 都不可能把这两种点给分开来 所以你的AUC 你的判别这个统计量 它永远是0.5 显示你跟随机没什么差别 对吧 这个就是说 你这个实际上 最高的判定的能力 是有这个数据结构决定的 那换一种方式去理解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 Presence Point 看成一个高维 空间体积 它是这个限时生态为高维空间体积 和这个背景的Distribution 看成另一个高维空间体积 于是你这一套数据 它所能建立的这个模型 它的最大判定程度 就是由这两个高维空间体积 它的相似度决定的 比如说你这两个高维空间 完全重合 那你就怎么弄 可能大概率都是一个 非常低的判定方式 都是AUC的接近0.5 或者说你这两个分的很开 那你肯定用最简单 Logistic Regression 可以搞定所有 对不对 就他们无论怎么样 都可以分的很开 这样做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这就是很多 现成的这些高维空间的方法 可以被运用于 这个物种分布模型 这个里面 比如说我提出这个方法吧 我再次推销一下 就是因为我这里面提供了 这个总的两个高维空间体积 它的相似度 怎么被拆分成单个维度 以及交互作用的影响 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让你 快速的去判别 单个维度或者交互作用 它的Variable Importance 就是这个变量的重要性 就是你也可以去做更复杂的模型 但是它基本上包含的是同一类信息 这个是可以比较不同的数据的 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 这个空间尺度问题 空间尺度问题 我刚才说的是这个 环境空间的精度 Resolution问题 你这个环境空间精度改变 会改变什么呢 你会改变这个现实生态位的空间体积 同时也会改变背景生态位空间体积 它怎么改变就比较不明确 但是还有一种 就是你这个空间尺度 是这个你模拟的这个区域的大小 叫Extend 这个Extend不是有很多人说 我好像把Extend增加之后 我这个模型的这个Predict Power就变好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也挺简单的 因为你增加之后你并没有改变 这个现实生态位的这个 高维空间体积 你仅仅改变了背景 背景分布的空间体积 你可能你包含了更多 意志的这些环境 你就让这两个空间体积 距离越来越远了 变得越来越不相似了 于是你的模型肯定是会变好 和这个框架可以用来 横向比较很多这些不同数据之间的吧 如果你是仅仅是关心一个这种 相对量级大小 哪个哪个维度更加重要 当然我们介绍这两种观点之后 最后还没说的是 那这两种观点是如何产生联系的呢 就是这个高维体积和最大伤 那我依然还要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 就是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这个高维空间体积 可以做这么多事 可不可以就把它变成一种最常用的物种分布模型呢 就如果我们要变的话 把它变成的话 一种很直观的做法就是 我们有一个点 我们可能会觉得 这个地方它的环境舒适度 是由它对这两个体积 它的一个相对距离决定的 那它可能是一个距离的函数 那这个距离函数用什么呢 一个很自然的做法就是用这个指数函数 因为刚好我们这用的是一个马式距离 这个马式距离的指数函数 当然是要取个负数先 它的指数函数刚好就是高斯分布的 它这个核函数 于是这个比值刚好就变成了 现实生态位分布 现实生态位分布的这个函数 除以这个背景生态位分布的函数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maxent 里面见到的这种suitability 然后最后是它怎么跟 maximum entropy产生联系 就是目前为止我们仅仅是知道 它这个suitability是怎么算的 那这个最大伤 其实就是取决于刚才说的这个限制条件 因为maxent的限制条件是均值 限定均值情况下 你得到最大伤函数是一个指数函数 但是当你同时限定均值和限定方差的时候 你得到这个函数就是一个高斯函数 所以说这个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其实这个简单的高维空间体积的方法 它是一个最大伤函数的特例情况 就它最大的这个伤是这个现实生态位的伤 当然它没有去搞这个基础生态位 然后它的限制是除了均值还有方差 所以它才会有这两个高斯分布 当然这个东西我一直在用很复杂的名称去描述它 其实它是有名字的 它在别的领域里叫做这个高斯判定分析 在图像分析里面都有用到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谱系上来 到底是什么决定了这些物种分布模型 在哪个位置的 第一个是这个高维空间体积的观点 它是更加强调这不同这几个概率分布 它的几何形式它是什么分布吧 以及这个最大伤的观点 它更在意你到底是在最大化现实生态位的伤 还是最大化基础生态位的伤 以及你用了什么样的限制条件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比如说这个传统的最大伤模型 或者是广义线性模型 或者是博松点过程 我把这些都归为一类 是因为它们在数学上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有很多文章描述它们互相之间 可以轻易转化的这些关系 所以对它们来说 这个背景空间分布是一个经验的分布 因为你是从一个空间上随机取样的 它完全取决于你这块地长什么样子 它用的这个限制条件就是均值 当然这个均值可以变得极其复杂 取决于你加多少个变量进去 以及它最大化的这个伤呢 是一个相对伤 是这个现实生态位和背景分布的相对伤 当然在我们这种假设下 在大多数这种模型假设下 就是假设你这个现实生态位 就是由基础生态位决定的吗 那这个东西其实数学上 它是等同于最大化基础生态位的伤 不会给出证明 但是我算过确实是这个样子 就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这个效应曲线 或者它基础生态位 就是一个指数函数 以及这种最简单的一个椭圆 一个你不使用背景数据的 这样一个正态分布 它是什么假设呢 不使用背景数据 其实就相当于说 你这个背景哪出现概率都一样 就是说它是一个均匀的分布 而它的限制条件除了均值还有方差 然后它最大化的伤 既是这个相对伤 也是这个现实生态位的伤 这仅仅是因为 它的背景生态位是一个均匀分布 所以对它来说没差别 最后它的基础生态位 也是这个高丝分布 然后还有这个 一个比较有点年代的分析 叫做ecological niche factor analysis 它不是用这个语言 但是你最后把它拆解开 完全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它其实也是在假设 背景环境分布是一个高丝分布 然后它的限制条件是 均值和方差 它最大化的伤是现实生态位的伤 它的这个效应曲线 当然在它这篇文章里面比较复杂 它没有用 它没有直接用这个概率密度函数 而是用累积密度函数 当然跟这个完全类似的 就是这个高丝判定分析 也就是我提出的这个高维空间体积 基于高丝分布的高维空间体积方法 它别的都是一样的 除了最后这个效应曲线 是两个高丝函数的这个笔值以外 然后是这个Hermenius 它们比较近期的 它们就把它叫做这个基础生态位模型 它们的背景生态位呢 用的是均匀分布 但是它们做了一点点改变 就是它们把现实中不存在的这部分给减掉了 所以它就是还是考虑了一点 这个现实地理环境对它的限制 而这个限制因素除了均值方差以外 它们还在一个版本里加入了这个偏移度 偏斜度 它们最大化的这个伤就完全是这个基础生态位的伤 它们最后得到的 它们这个基础生态位就是高丝分布 或者说是一个偏移的高丝分布 当然它们还有个更进阶的版本 就是更接近我们常用的最大伤模型的版本 它这个背景分布就是你在空间上随机取样 它是一个在地理空间上随机取样 于是它在环境空间上就是一个经验分布 最后是这个Cernal Density Estimator 它是一个non-parametric的东西 我也强行把它放在这边比较吧 就是比较勉强 但是姑且看之 它也是不使用任何背景数据的 这也就是说它假设这个背景环境变量 是一个均匀分布 它的限制条件呢 其实是你用了多少个核函数 这个核函数的数量 在它这里面就是你这个样本量 以及它最大化的这个商是一个相对商 但它这个相对商吧 是试图让你这个预测的 预测的这个现实分布 和你那个观测到现实分布 尽量的一致 所以它实际上还是一个现实生态位模拟 当然它的这个效应曲线 或者说它的基础生态位 就是一个non-parametric的东西 就这么一通分析之后 一些总结的点吧 我们可以用这个框架来分析很多基本的问题 就不需要你去做太多现实的数量上的计算 首先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 在这个物种分布模型中 到底它的生态位是什么 是基础生态位还是现实生态位 还是两者之间 还是都不是 很多文章都说这个说这个 那个说那个 但是基本上你们可以看出 它是取决于你这个模型长什么样 它可以都是 也可以都不是 对不对 但是它不能同时是 就是它不能同时又模拟基础生态位 又模拟现实生态位 有这个权衡在那 第二个是 就是我们常用这种判别分析的统计量 比如说AUC 它真的能告诉你 你这个模型有多好吗 它某种程度上可以 比如说你这个现实生态位和背景分布 离的就是很开的时候 你当然得是 你这个模型 它把这个分开了 它才是好的 但是它也可能不是 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例子 你的现实生态位和你的背景空间 完全重叠 那这个就真的不是模型的错 它只能告诉你一个随机的 这个discriminate power 但是就仅仅是因为这个物种 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种 它哪都爱 雨露均沾 最后是我们谈了很多这种 急于回归的物种分布模型 它这方面的权衡 就是基础生态位和现实生态位 这个鱼和胸长不可得见 但也不全是不可得见 这是可以得见的 就是但是这个需要我们更加明确的考虑这些空间过程 就这个空间过程 你就不可以再用这些环境空间上的变量去替代了 你得扎扎实实的在一个地理空间上去看 这个这里迁移到那 或者这里有个物种在跟它竞争 最后是这个生态位模型 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它的这个可迁移 在不同地方都能使用 它的一个广视性 这个答案真的就取决于你这个物种了 假如你这个物种它的分布 就不是太依赖这些空间效应的 那你这个广视性可以挺高的 但是如果反之 你在这个地方算出这个模型 不一定能利用到另一个地方 因为你这个空间效应不一样 这基本就是我今天展示的内容 我希望就是我向大家展示 虽然这个生态位分布 这个生态位分布模型这个东西 我一度也挺讨厌它的 然后这个东西它充满了争议 但是它也充满了机会 它提供了很多原来哈欣森 他本来的这个看似非常严格的 种群生态 种群增长定义 所不能提供的一些机会 然后最后要谢谢我的同事 以及支持我的这些老师同学 以及今天所有来听的来宾们 就是非常抱歉 一开始这个link失效了 然后让你们过一会儿才找到 可能有些人是半路才加进来的 就是我愿意回答任何 就是你们之前miss掉的内容 或者我没有讲清楚的内容 谢谢